不少人在恋爱时,都会问对方是否爱自己,只要是正常人,得到的回复必定是肯定的。 可是,嘴上说说的话,我们却不敢完全相信,总想知道对方内心真实的想法,却只能揣测,这个测试能够给你一个参考的答案,转载小新歌请评感觉选一张牌,开始解牌A,力量正为你当然是他的真爱,人内在的力量来自于对自己和对生命的绝对信任,在爱情上则意味着两人相互间彼此信任,有足够的力量面对一切波折。 发展出亲密的关系,你明明不是很漂亮,但在他眼里就是美丽有气质的,就算他知道你不是最漂亮的那一个,他还是会选择你,你的一些小打小闹,他也不嫌弃,反而给予了无限的包容,这使得你有点视宠而骄,不过,你也不是完全的骄横小工具,不然怎么可能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? 你也有成熟的一面,在两人关系的处理上,很有自己的一套,你的做,只不过是生活的调味料,实际上你是他的灵魂伴侣,他早就习惯了你的存在,你们之间早就发展出了独有的默契感,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取代的。 一,恋人历位你是他的暧昧,历位的恋人牌意味着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,逃避更深的承诺或责任,他其实是一个心眼有点高,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人,总觉得自己可以遇到比你更好的人,可惜遇不到,又不想贸然放弃你,所以一直拖着你。 他,他,就是男版的玛丽苏,期待着将来会有一个白富美等着他,他也算是一个稍微有点责任心的人,但也要看人,如果是真爱,他那点责任心,会发挥得淋漓尽致,否则,就会逃避他该承担的责任,所以才会选择暧昧,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承诺。 如果想从暧昧变成真爱,要么让他认清自己的真实条件,要么努力让自己变得很优秀,比他好一大截,让他觉得自己衬不起你了,自然会臣服于你,不过到时估计,也是你看不上他的时候了。 C,世界正位你是他的真爱,世界女神绕着圆圈的形状跳舞,庆祝着永恒的完满,他手握胜利的权杖,时间围绕着他运行,完美是他的皈依,关键与是完整,你就像一个追求完美,以自我为中心的女神,绝不允许自己的她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,你要求爱情必须是纯粹的,否则在爱的人你也会狠心离开, 你并不算是一个很自私的人,但在爱情上却要求对方必须以你为忠心,希望他能像戴公主一样哄着你,你很享受被人宠爱的感觉,如果他不真心爱你,就不会呵护你,你根本不可能忍受这样的情况,你们之间的爱情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对等的,他爱你多过你爱他,你才能在爱情中把腰杆子挺得很直,与你而言,找个自己爱的人 很重要,但找个爱自己的人更重要,所以你会选择爱,但对方更爱自己的人,第一,恶魔正为你是他的凑合,恶魔是有欲望的,但他压抑着自己的欲望,或者说他的欲望被压抑住了,没有爆发出来,没有爆发欲望的恶魔虽然平静,但终究掩盖不了他是恶魔的本质,虽然他嘴巴还算甜,在你不高兴的时候说好话哄你,让着你,不跟你吵,让你觉得很重要,但对方更爱自己的人更重要,所以你会选择爱,但对方更爱自己的人, 觉得他也挺好的,但这不代表,这你就是他的真爱,他只不过是不想惹你,想自己过点安稳日子而已,他很少对外炫耀你,潜意识就是他觉得你拿不出手,满足不了他虚荣的欲望,你是他在得不到更好的人时权衡利弊的选择,一旦有更好的选择,他就会露出本质的一面,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的念想, 大多数情况下,爱情就是一场博弈,世俗当中的人难免会攀比自己更优秀的人,所以你也放宽心,做独立的自己,让自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离去的一部分,这样再优秀的人,他也看不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